畫作紙紙 所以為什麼大家會看很多的富士山 很多的韓校還有很多的島 這些東西就是他他送的美術 但王子剛也是特別喜歡這一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是蠻特別的 因為還是要有畫家的作品是可以印記的 王子站過去一點點 OK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在這邊 他拜託這邊 這可以拿那個紅貼紙把它貼下來 這可以拿紅貼紙把它貼起來 你叫他們美術的拿那個 這次是這次的原作的作品之一 就是這一幅畫叫動雲 日本的動文去做了一幅這個動雲的創作 然後因為盡量就很多 就是我剛剛在講就是自然方面的創作 所以你會看他左下角就會有一個很可愛的 冬天感覺的富士山 那這樣的創作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常常會替富士山做春夏秋冬 不同樣貌的轉換 然後去做一些改變 然後也會投射在他的畫作之中 喝了一杯酒 自古以來在日本獲得豐收 就有感謝神秘 在月下飲酒的月季 今天非常開心來到金田梁子的回顧展 然後看了一些很棒的畫作 然後這一次的風格呢 相信應該很多歌迷朋友都蠻喜歡的 因為他很小 然後又非常可愛 然後我蠻喜歡 我特別喜歡富士山 所以今天來到這邊就看到這個 富士山跟一些櫻花吧 感覺心情就蠻好的 好 那我們這邊呢 接下來會也跟王子做一個互動 我們來聊一下就是王子對這次展覽 還有他的藝術的看法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 就是現在很多藝人 他們其實越來越多收藏當代藝術 然後也有觀賞藝術 或甚至去做一個創作 那我們不知道王子對於藝術這一塊 是否平常有在做觀賞 或是收藏的一個經驗呢 其實前幾年就會看一些藝術的展覽 但是收藏現在還沒有 我覺得剛好這個年紀 可以慢慢的開始收藏一些畫 或是一些藝術家的作品 然後呢 這次也算是真廣見聞了一下 然後了解一下藝術的話 然後也可以跟很多身邊 有收藏的朋友討論 有考慮就是未來 可能搞不好自己也會有人做 創作或藝術家這一塊嗎 基本上以我的繪畫能力是不太行 所以我覺得還是收藏一些很厲害的人 很厲害的藝術家的作品就好了 我覺得用欣賞的角度 其實王子講沒錯 就是欣賞跟觀賞 收藏本身也是一個參與藝術的方式 然後再來剛剛你講 因為其實王子之前已經有先逛這個展覽 然後你剛剛有說你最喜歡的是富士山這個作品 那可以跟我們媒體朋友還有粉絲分享一下 你為什麼會最喜歡這個作品 因為從小不管是看日本的卡通或漫畫 富士山都是一個很經典的地方 然後去到日本旅遊的時候也會很想要去跟他一起合個椅 對所以這一次看到就覺得很有親切感 然後像今天一走進來有這四幅畫 其實今天兩子他的畫都有蠻多是有關於季節的 然後還有他有一些海嘯啊 然後火山爆發地震就是天災 然後但是裡面的人物呢 都還是很享受在自己的生活 就蠻喜歡這種反差感的 對王子講沒錯就是今天兩子他對於藝術這一塊 他的確不是像我們看到平常就是萌戲而已 他會在萌戲中然後加上你剛剛講像天災啊季節 這一些去做到一個萌戲之後帶有故事的一個作品 那也是這樣有一個比較療癒的一個過程 那最後我想請就是你分享一下就是你看完這個展覽 你對於今年兩子這樣這種比較萌戲或療癒性的一個藝術家 是你喜歡的類型嗎 那你有什麼想法對於這類型的藝術家 我覺得非常喜歡 因為其實現在藝術的東西越來越受到更多人的欣賞跟喜歡 就是其實欣賞藝術也是欣賞一種美嘛 小心大家都是喜歡美的食物 所以呢我覺得很開心有些朋友一起來參與這個畫展 對然後也很欣賞那個今天兩子的作品 因為聽說已經很多藝人朋友有收藏他們的原作 對希望將來有機會可以找到適合的 對就是剛剛王子講的就是不管是這一檔展覽或我們之前美運展覽 其實都有藝人朋友有去收藏一些作品 那我們也很高興就是王子可以到現場 然後也期待你可以去開展建建有你更多的收藏藝術作品 我們也可以美運在這邊跟你有更多的一個交流 好的 那現場的媒體朋友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去詢問王子的 或是粉絲朋友這邊我們也開放粉絲朋友有沒有 現場有什麼開放一個提問 那如果沒有那我們現場還是讓美女朋友這邊再多拍幾張照片 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做 我來談一下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來直接做一個現場導覽的部分 這個表現是對著 這個 因為 因為 快一點不需要把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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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右邊這邊 我右邊下面這邊其實一張咯 好 這邊這裡 謝謝 各位美女朋友好像我的角度都可以提咯 好 右邊 第二台 好 下面杯咖啡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給我一下 謝謝 謝謝 別人都開場 你拍他人就 然後人就要擺他 我來又跟他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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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